这几天,小编在后台收到不少留言,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余额宝收益的。 实际上,自2018开年以来,余额宝的收益就开始一路下跌,发个图大家感受下,今天,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,更是来到了3.2170%,创下2018年的新低。 对此,不少小伙伴都不淡定了,纷纷选择去支持另一位马爸爸,马化腾,可以看到,微重银行里的国金基金重营货币的收益率为4.030%,是远高于余额宝的。 而在微信里,其堆接的4只货机产品的收益率,也同样要比余额宝高。 那么问题来了,余额宝收益为什么会暴跌,以后还有必要把钱放在余额宝吗? 一,余额宝收益为什么会暴跌? 首先,受到了货币基金新规的影响,应监管要求,自2018年7月1日起,所有货币基金的T加零赎回限额1万元。 而这些限制对货币基金的业务造成了一定影响,进而影响到了货币基金的收益率。 其次,货币市场的资金面向对宽松,7月央行持续的大放水,给市场注入了不少流动性,而货币宽松政策也即将来袭。 对于货币基金来说,当市场的资金环境相对宽裕时,其收益率就会趋向下滑,最后,是资深的倚价能力开始下降。 最近数据显示,余额宝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.86万亿元,过大的规模可不是什么好事。 为了响应监管要求,余额宝今年一直在不断分流。 截止目前,余额宝已新介入了九指货基,由于现金储备增多,其资金利用率和溢价能力便开始下降,最终导致余额宝收益下滑。 二,还有必要把钱放在余额宝吗?对于这个问题,那就见仁见智了。 就目前来看,余额宝的收益在市场上已没有竞争力。 大家把钱放在余额宝里,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和习惯,比如余额宝安全、方便购物等等。 但是,现在连银行都能倒闭,余额宝又岂敢,趁自己100%安全呢。 小小金融表示,若对收益率有追求,那么京东小金库,微信理财通,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而对于习惯降情怀的朋友,那么就要准备余额宝收益率,跌破3%的准备了。 则编输Sandry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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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